大家好 分享影片观察者网 今天刷到的文章 是来自于平原公子 平原公子也是一个我关注了很长时间的一个见证类的一个大V 这哥们历史也挺悠久的 最早他是混虎扑的 也不是吃见证这碗饭的 后来呢就是发现这个 爱国主义题材啊 还有这个见证类的东西 挺能吸流量 然后他就把他的这个公众号的钻研领域直接拓展到了这个见证 后来一开始混知乎嘛 知乎也确实输出了一些文章 前后质量呢也参差不齐 他个人的立场呢 其实也经过很多转变 然后现在这个业务啊 可以说越扩展越开 但这个观察者网 也把他请来做这个专栏作家嘛 不论对错吧 先发来分享一下 看一看啊 他说呢 前不久啊 有个自由派媒体人写文章呢 大肆批评三体 说刘思新对精英阶层有偏见 因为三体中这个背叛人类的人间 就是像那个降临派 叶文杰什么的 都是这个人间 他们呢都是人类中的精英 他提到了嘛 比如说科学家叶文杰 比如说大肆豪 伊文斯 都是些降临派的骨干嘛 说比如说 一体有组织的潘寒 沈与飞 再比如成心 圣母嘛 都是人类中啊 了不起的精英 咱先说啊 是不是精英 肯定是精英 对吧 什么是精英 就是他们的这个眼界也好 资源掌握也好 确实比一般的这个平头老百姓 要高很多啊 但不是他的决策对还是错啊 就说他们从 社会地位来说 掌握资源程度来说 确实是精英啊 然后他说呢 说刘思欣大刘对精英太苛刻 偏见太多 但实际上呢 他的偏见啊 他就说这个文章的作者啊 这个自由派作者 他的偏见啊 才是深入骨嘴 刘思欣呢 一点不歧视精英啊 毕竟呢 卖地球的是精英 拯救地球啊 和人类的也是精英 材料学家汪淼 顶级物理学家丁怡 常思伟将军 萨伊主席 等等阿舒利亚对阿宝罗吉 是吧 哪个不是精英 是吧 就是这些真正的 对抗三体人的这帮人 他也是精英啊 而区别是呢 有的精英做了人间 给三体人带路 有的精英呢 不屈不挠啊 要带领人类呢 反抗到底 说这个问题的关键 不在于精英会不会做人间 而在于呢 精英做了人间啊 就是第几 就是相对于三体人来说嘛 三体人那边降临派啊 在我们看来就是人间 为什么呢 就是说背叛了我们人类的利益嘛 叫人间啊 就跟他们说汉奸 为什么说叫汉奸 因为他背叛了汉族的利益啊 如果精英做了人间之后 危害有多大 要举个例子啊 三体小说中啊 有个退休普通的煤矿工人 叫张元潮 如果他要当人间 他又出卖地球 三体人会接受他吗 ETO组织 就是当时的降临派嘛 说会吸纳他吗 不会 因为呢 他只是一个没有资产 没有力量 没有知识的穷人 无产阶级 他能出卖啥 说ETO组织啊 就是降临派那边呢 发展的对象都是什么人 他们通过网络游戏 吸纳的都是什么人 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 青年才俊 科学家 工程师 国企领导 互联网企业家 这些精英啊 说因为这些人 有资源 有权力 有财富 有知识 有力量 他们有东西啊 可以卖 日本人当年 为啥找方经卫呢 因为他是国民党的副总裁嘛 还是国民参议会的 议政会的议长 辛亥革命元老 他要投敌叛国呀 对我们的伤害是巨大的 这是老蒋当时的那个 跟老蒋嘛 都会去这个分厅抗礼嘛 就是觉得这个这个这个 国民党老大 做好他来当 他觉得老蒋下台 就跟他上去 还有说举例 当今汉奸第一人呀 余茂春 同样是精英 余茂春呢 79年 1979年呀 以重庆市文科传业的身份呢 考入了南开大学历史系 他在南开大学啊 获得了一系列奖学金和助学金 还是南开大学啊 历史系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最后公费啊 去美国留学 94年呢 余茂春呀 从加州大学啊 博克利分校毕业啊 成了历史学博士 但是呢 靠着中国雇用的学费啊 完成留学之后啊 余茂春呢 立即啊 投身美军 成为啊 美国海军院校的历史老师 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反华之路啊 说进入这个美国高层之后呢 成为幕僚 他是不费余力的 不依余力的啊 帮助美国遏制中国 对华贸易战 科技战 请美国之力呢 要搞死华为 这些主意呢 都和余茂春有关 都是来自于余茂春的出谋划策 而啊 限制中国留学生赴美啊 捏造中国人在美国 窃密谣言等等 对在美的华裔科学家 开展歧视性的调查啊 甚至是迫害 鼓吹呢 病毒来自中国 煽动全世界啊 对中国追责 这些手段呢 均来自于余茂春 哎 这你说是不是说事实啊 咱不能说完全都他来负责任 但是你会发现呢 确实余茂春呀 对这些事啊 全程也都参与了啊 至少是完全站在美国那边 完全不考虑自己说是一个华人 咱俩就说 按照建政圈说玩 你爱国就是华人 你不爱国 你就不是华人 你就是美国人 也挺逗啊 我第一次建政圈 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啊 他们真有觉得说 你是否爱中国啊 关心到你是不是华人啊 就是我第一次听到说 以这个政治立场啊 意识形态立场啊 区分是不是华人的 挺逗挺逗啊 我要说精英们呀 做了人间之后 对地球啊 对人类的文明破坏是极大的 因为呢 他们往往啊 掌握了巨量资源 占据着社会的关键岗位 了解重要的信息啊 和情报 甚至呢 能够影响高层角色啊 如果我们的精英叛变了 那么我们在敌人面前 就像婴儿一样啊 是没有抵抗力的 然后这一图像是 和鲁晓夫啊 什么乱八糟的啊 举这一堆例子 说比如说 出卖苏联的 不是苏联人民 而是苏联精英 包括说戈尔巴肖夫 等等啊 叶里青 说出卖智力和阿联德的 不是治理人民 而是治理军头 美国左狗 这些就是精英们 做了叛徒之后啊 产生的巨大破坏力 三体人 绝不会去耗费资源 收买农民 工人 无产阶级当叛徒 当人间 因为呢 他们就算成了走狗 带路党 破坏力都很小 而如果他们能够策反 收买一个人类啊 沙费苦心 培养出来的精英 青年才去 那就价值巨大 因为呢 未来有一天啊 他可能会把整个地球啊 都拱手送给敌人 这是一个一本万里的生意啊 说这个美国呢 有个青年领袖计划啊 说实话 这名字很亲切 为什么 就是我在清华大学 苏世民的时候啊 苏世民书院 我们那也是青年领袖 你知道吗 Young Global Leader嘛 就是培养全球青年领袖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给中美两边啊 未来培养一些潜在的 像这个公务员 政科 事业单位 这些从业人员 NGO组织的这些领袖 就是我们清华大学苏世民啊 我们这边也培养的一些目的啊 说是替中美两边去培养嘛 至于说他们的这个价值观啊 意识形态会培养成什么样 反正你也能看上来 以我个人的经历啊 这个清华苏世民那会儿 之后 美国人和清华人 谁说话说了算 是吧 你们也知道一二了啊 清华在这上面啊 基本上采取个投降派态度啊 尽量不要招惹 招惹美国人 美国人呢 在出出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这方面啊 那可是 斩定截铁啊 铁板一块啊 网主 他们要在世界各国的知识青年中啊 发展亲美派和代理人 以外国领袖 外国学生领袖计划 为代表的系列青年领袖项目啊 萌芽于杜鲁门总统时代啊 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时期呢 美国政府啊 给予青年领袖以较多关注 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青年领袖啊 曾受邀访美 识别前代领袖 接触和培养他们啊 影响他们的思想和观念啊 这个重视青年 接触并影响正在兴起的青年领袖 这是他们的政策啊 说美国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啊 于1956年初啊 策划了外国的外国学生领袖计划 他这块他这块其实翻译不对啊 你看他这块leadership啊 就这么 就说到当时我们那一波讨论过啊 就说这个leadership怎么翻 后来我们决定就说翻译成这个 就叫领导力啊 就领导力啊 这叫什么呢 就是外国学生领导力计划啊 不是单纯的领袖计划啊 说目的啊 是对学生领袖呢 施加影响啊 培养他们呢 成为理想的自由世界代理人 反正我们清华大学苏制民书院吧 培养出来的学生啊 好吧 差不多啊 差不多也这个意思啊 然后说这个苏共中央啊 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 宣传部部长雅科夫列夫 就是美国啊 培养出来的 苏联呢 前科科伯的主席 克罗奇科夫啊 在1992年的回忆录中啊 就指出说 在科科伯的档案中啊 至今保留着50年代啊 雅科夫列夫 还有卡鲁金留学时代 与中央情报局 机干人员的合影 就这些嘛 但科科伯啊 当时并没有弄清啊 中央情报局是否招募了他们 正正正正这个呢 雅科夫列夫啊 在担任巡人部长时候呢 积极推动历史虚无主义啊 否定十月革命啊 和马克思主义 好吧 这个 然后美国的青年领袖计划呢 在全世界 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亲美派啊 当今的法国总统马克龙 实际上呢 也是啊 法美基金会的青年领袖啊 培养出来的 你看看今天的欧洲的政科啊 领袖们 有几个没有美国国籍啊 欧盟主席啊 冯德莱恩 几乎全家都是美国人 好吧 不过马克龙啊 咱说实话 你说他是这个亲美派 我觉得这个搞笑啊 马克龙对美国 那真是不费一力啊 不费余力 就是你说美国人吧 他是不是想施加影响力 肯定是 但是呢 他培养出来的人 他到底能不能成为他们想要的人 也未必 也未必 只能说 美国这一切的行为吧 增加了自己的计划成功 对亲美人数这个 培养广大的亲美人数啊 肯定是有好处的啊 说精英们呢 本质上都是世界公民 宇宙公民 他们呢 没有祖国 也没有母亲 就算家园毁了 同胞灭了啊 和他们呢 也没有啥关系 他们有海外资产 太阳系外的资产 你说你攻击谁呢 对吧 你是不是攻击我们陈平老师 攻击我们司马南老师 对吧 都是有海外资产的啊 而且都爱美国 是吧 天天喷的这个老胡 胡一进 老胡同志呢 反倒是在美国没有资产 说比如成心 他甚至呢 有一块啊 太阳系之外的星球 这就是历史上的啊 衣冠难度 地主呢 贵族 资产阶级 是不需要祖国的啊 国家新房呢 与他们无关 只要他们呀 有钱有力量 他们永远可以啊 衣冠难度啊 说他们呢 和我们啊 早就不是一类人了 他们可以跑到海岛上 可以跑去纽约 巴黎 伦敦 而我们呢 只能在这片土地上 从一穷二白呢 开始奋斗 建设我们的未来 抵抗所有的危机和恶意 我只讲 爱国主义是具有阶级性的 为什么无产阶级最爱国 因为无产阶级啊 啥都没有啊 除了脚下这片土地啊 他们哪都去不了啊 这个也未必啊 其实这个国内 很多无产阶级 比如说 有广人刘大胜 对吧 他也是无产阶级 是不是他有个毛啊 啥都没有啊 自己认美国去了啊 天天我看这 舔台湾人 舔的也挺开心的啊 有流量嘛 对吧 找到了属于他的美国梦 为什么冥王的时候呢 地主施大夫 纷纷投降 而拼命抵抗清军大 是李自诚 张献忠 李定国的农民军 不靠 连这个张献忠都开始洗了啊 牛逼啊 牛逼啊 还说是 为什么是江金城的百姓 因为百姓啊 啥都没有 百姓哪都去不了 他们只有这块啊 祖祖贝贝 祖祖贝贝啊 生于私的土地 好吧 我觉得这个说的 有点问题啊 就是当年的这个 这个我觉得本身 就有点历史虚无主义了 你想什么李定国啊 张献忠啊 这帮鸟人啊 当时你说 他还是什么基于什么 无产阶级意识 不投降清朝 可不是 那可不是 这帮鸟 暴力的城啊 他们谁都不投降 你知道吗 他不但不投降大清朝 他也不投降大明朝啊 如果让他选一个 他可能愿意更投降明朝 为什么 那毕竟是自己 都是汉人嘛 你说我投降清朝干嘛 那边是女真人啊 女真人你要知道 当时我靠那种 打子啊 蛮子 是吧 都是这种感觉 肯定不想投降啊 对不对 好吧 你不能说他们抗击清军了 就是说明他们爱国 可能是完全基于民族主义的 大家爱国主义 他就爱国主义了 是不是 无产阶级的有个毛用啊 对吧 他这帮人图无产阶级 图的比谁都狠 然后说这个好吧 说这个红城仇啊 这个 说吴三桂呀 他们可以投降 可以做大清的开国功臣 农民们不行 你要亡我的国 杀我的父母子女 抢我的土地 我就要和你拼命 我靠 这这什么历史虚无主义啊 服了啊 对吧 就说吴三桂红城仇啊 这个没得起 确实是啊 要不投降呢 这个这个明朝 也不会亡这么快啊 你说农民们为什么不用投降 这会儿不展开戏聊了吧 你硬要洗 说这个农民军没有人投降 那肯定是不对的 那你像这个张献忠 他自己这个大旗政权 他的 做投降清朝是谁啊 他养子吧 我记着 反正反正我和他养子是谁了啊 我记着做反正是 想了大清了啊 你可以说他第一代 这些农民军农民企业领导人 没有投降的 确实投降比较少啊 比较少 那就是说 他们作为农民企业领袖 他们也需要法理性啊 你知道吧 就是说民族主义 这根神肯定是有效的 对吧 他这帮 他跟他吃一眼饭的兄弟们 你说打鸭子 那肯定都去啊 是不是 只有我们投降鸭子了 卧槽 那这帮兄弟们先不跟你干了 先跑了 那你光地光耿司令 有毛用啊 好吧 至于说把清朝的这帮时代夫 说的好像 就什么不抵抗众策上的 也不是 但打了多长时间呢 不打不过吗 对吧 野战打不过 对吧 守不住 你整个 反正还这么 春秋毕法 说的好像这个 明朝说的这帮时代夫 说的也就是拉胯不行 就是往 很多这个满清人一来 哇 立马就兵败如山倒 就干着就接连投降 根本就根本就不是啊 历史不是这样的 也抗计了很长时间啊 只说最后整体整体 被整体整体被拖垮了 哎 你还不算上 后边的农民军 给你报这个报局啊 报这个崇祯的局 那说也不好听的啊 假如说要是没有大西军 大顺军 这些叛军 那清朝搞不好 能和那个 说到了 明朝崇祯啊 能和这个 黄太吉 他们摆摆手腕子 没问题 国立被空耗在西边了 对不对 那你说输了算谁的 是不是啊 你出来开始捡便宜啊 仿佛这个 这个这个李自成 张献忠 他们当了明朝皇帝 他们就能这个 打赢清朝似的 这不开玩笑吗 好吧 然后呢就说啊 你看 呃 为什么在清末时候啊 满满清朝廷 可以和列强 妥协 搁地赔款 先买国套约 但太平天国 义和团的将士们啊 仍然要和呀 养鬼的拼命啊 这胡说了啊 你说那个 太平天国啊 我倒不说什么了 他毕竟他有先进性 那义和团 我靠 对不对 倒是挺民族主义 问题是 他在民族主义 他也是轻轻的走狗啊 是不是 当时那个开香团 都开了他们天经 都堆满了啊 是不是 那就等着秦皇呢 这是秦皇派啊 你以为义和团都是什么好鸟 那都是维护满清朝廷的权威的 是吧 我不知道这个 这份春秋逼法啊 给义和团 洗的有什么意义 太平天国真的啊 太平天国我觉得还行 他有自己的这个执政纲领 虽然有点乱 他从头到尾 就是反满清的啊 这点无所谓了 太平天国正儿八经的 和这个西方列强 他也尝试啊 就是高高外交啊 什么的 他是一个有政权属性的 义和团 哇靠 乌合之中凑一起 保皇的 你不能说他反 反洋人啊 就是好的 这不对啊 然后说呢 这个地方军阀 满清政府啊 都可以做敌国主义走狗 李鸿章 那个盛全怀 甚至可以在海外投资 老百姓不行 谁告诉老百姓不行了 对不对 那当时西方投资的人 也不是知道李鸿章 沈宣怀 那很多这个 一些商人在海外 是有利益的 是有投资的啊 说的好像成了他们阶级 特有的似的啊 说老百姓不行啊 老百姓啊 被欺负啊 被侮辱啊 被内外反动势力压迫啊 只能斗争到底 好吧 为什么呀 还有罗吉 这样的精英 会汗问人类呢 因为罗吉认为啊 他自己是人类 而不是宇宙公民 罗吉和我们每一个 普通人啊 站在一起 而不是和精英阶层 站在一起 有良心发现的个人啊 没有良心发现的阶级 我们要珍惜 罗吉这样的精英 更要相信我们自己 好吧 其实全篇的主题 第二就是说啊 精英主义也天生 就自带这个 什么事业公民啊 这种属性 所以呢 一旦你发现有个精英 是跟无产阶级 站在一起的 我们就要珍惜他 好吧 我不知道这个 皮元公子说的这个 就是跟无产阶级 站在一起的精英们是谁啊 反正我看不太出来 就你们能想到吗 反正我想不出来啊 在我看来 你就是华为啊 这边就是在国主义什么的啊 我和于大嘴 他们就根本 根本就不是一类人 那他们就是精英啊 就你问啊 就是像华为这帮大佬们啊 他们就先保护自己华为啊 自己企业利益啊 自己手里股票 而且先说这个 在一些问题上啊 站在什么国家打野啊 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一面啊 他们肯定先保护华为利益好吧 比如说无产阶级 我觉得他也是个框 那无产阶级里边 还见到我卖国贼 我看也出了也不少啊 而且真是无产阶级吗 对吧 真是无产阶级吗 真是谁无产啊 我靠 每个人都有一亩三分地吧 对这个定义就有问题啊 现在你结婚 还得有房子呢 是不是 你没房子 你好像得说自己能结婚吗 你有房子你就不是无产阶级 是不是啊 你有一亩天 你也不是无产阶级 当年这个 就是马斯列宁那个时代的无产阶级 是因为他们真没地 你知道吗 他帝多让那个 农场主啊 什么给收走了 他的安身立命的方式 就是城里打工啊 房点没有熬租的啊 租一租租块地啊 天天进厂里拧螺丝去啊 西翼嘴埋 说不得很短 对吧 那这真无产阶级 他没有自产啊 现在你在这个社会 你说自己无产阶级啊 这个概念 我觉得就很难完美匹配了 看看这个评论啊 说吴三文贵们 最后还是被清算了 中国历史这么长啊 叛臣被臣门的下场啊 早被看清楚了啊 大家族啊 两头下注的多了 我不是你讽刺谁啊 我觉得讽刺是斯马南吗 斯马南这把这个孩子 是吧 老婆都在美国呢 入美国籍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反正房子肯定买美国了 那我理解他老婆孩子 不是绿卡也是美国籍 陈平老师是吧 那天天在美国住的时间 比中国住的时间都长 孩子也都是这个老婆孩子 什么的那个 他老婆不知道 他反正女儿 什么他孙子 那全都是美国籍 这算不算两头下注 行吧 这篇文章还挺有意思啊 吐槽一下 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话呢 欢迎点赞收藏订阅啊 点小铃铛 谢谢大家